Hello 各位早晨 在七十年代尾 其中兩出最重要的電影就是 Star Wars和Alien 這些電影是整個系列的開始 所以在八十年代有很多抄襲兩出電影 外太空片或者異形電影 在太空看到怪獸出了很多 有時是在太空、有時是在船上、有時是在海底 有很多那類型的電影 在八十年代有一段時間我很喜歡看那些電影 找回那段時期 那類型的電影通常都是冷氣 就是objectively speaking是不好看的 但我是喜歡看的 貪得意或者什麼都好 看到有怪獸就是高興 有一出我未看過 我簡直不知道有出這樣的電影存在 叫做forbidden world 我最近看了這部電影是八十年代頭的 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 即是去到2010年才會出 那些home video 即是DVD、Blu-ray 所以都是比較近期才會多人看 或者有些人很小的時候 有看過 我不知道 我自己沒有看過 他這部電影的故事差不多是 其實就是Alien 即是他的故事差不多是 他就是說 有一群太空人在外太空 一開始就有一些飛船在追來追去 那些 其實他最初是很像Star Wars 即是那些飛船在追逐 然後有一個機械人出現 即是Out DUTE 但他拍得很少 他基本上就是用垃圾桶套著人 他那些機械人 即是他那些機械人 即是流很多 但真的是抄襲那個 然後樣子 就像那些 穿白色衣服的Storm Trooper 即是那些 在那個 那個設計上 有很多東西是抄襲那個 但他的故事和那隻怪獸 其實就是來自Alien 簡單說 就是有隻怪獸 其實是那些 因為他的太空船 他有一些科學家 那些 他不知道怎樣 就培育到 有隻很初期的怪獸出來 後來就 各樣東西發生的怪獸 就走掉了 然後就越來越大隻 到處都吃光了 那些太空船的隊員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太空船 總之是外太空 總之是外太空 因為他有些外景 總之是外太空 一個sci-fi的設定 然後出戲就是說 那些太空船 即是怎樣不死 以及怎樣消滅這隻怪獸 在出這樣的戲 即是space alien movie 根本上就是 但是他的設計 沒有Alien 那麼有腦 首先 Alien 你回想起 除了他的樣子 設計 設計得很好之外 其實他 整隻Alien 是有生態 即是你看得出 他是經過設計 例如他怎樣捕彈 在各方面 因為他每個stage 都是設計得很好 但是這齣 就簡單很多 他也有他的生態 但是很明顯 就是不用腦想 很簡單 差不多是 蟑螂那些生態 根本上就是複雜 所以這方面 這個idea 就比較差 而且那隻怪獸的設計 都沒有這麼好 例如The Thing 很creative 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形態 來拍出來 這一齣戲 很明顯 例如你跟那些比 真的差很遠 即是他的效果 也不錯 即是他的效果 也不錯 即是他的效果 但他背後 你看得出 他沒有概念 沒有新意 即是很明顯 即是隨便 因為你一齣戲 你的預算是有限制 那你低預算 即是設計得不好 即是拍得不好 即是可以理解 但是idea 即是你那個創作人 是自己 量度出來的 即是 但這齣戲 你看得出 他其實是 沒有花很多時間去想 那些 他就是想拍出 噁心有色情的戲 這齣戲 是有很多色情的 因為他那些隊員 有幾個男人 然後有兩個女生 兩個女生 都拍到露點 無緣無故 即是他很不必要 例如 無緣無故 拍他睡覺 要脫衣 睡覺可以不脫衣 但一定要脫 一定要脫 一定要脫 要脫 拍他洗澡 然後他睡覺 換睡衣 你看看整個過程 他穿回睡衣 然後 都會走光 讓你看到露點 哈哈哈哈 完全是為有色情 而有色情 那兩個女生 其中有一個 都挺漂亮的 但另一個 比較差 另外 其他角色 我覺得全部都一般 那些演員 差不多是差 尤其是那個男主角 我覺得很不合理 他不英俊 又不是特別勇猛 但在這齣戲 因為他要安排 但有床上戲 因為有多些 裸露鏡頭 那些 所以在太空船 所有女生都很喜歡 他想貼上去 但這件事是不合理 你不明白 為什麼會是 這樣 因為那個男主角 他都堪稱樣衰 那個樣子 真的令人 心表為合 所以那些演員 那方面 其實真的 沒什麼好看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齣戲 沒什麼好看 但你可以看看 那隻怪獸 也不錯 他那個怪獸 的設計 當然是跟 Alien 沒有得比 但是 他那些 practical effect 都可以 都是可以看 但你會不明白 那隻東西 為什麼會走得動 因為他有幾個畫面 是拍了整個畫面 你看得出那隻東西 應該是很論盡 他究竟怎麼動 你看不到他怎麼動 他究竟是怎麼動 他究竟是怎麼動 他是不是滾的呢 究竟 為什麼他會滾的 為什麼會這樣 但在戲裡面 他可以走來走去 應該是相當敏捷 可以追著別人咬 無論如何 他那些動作是拍得很差的 是拍得不好的 我想是 是受限於他的預算 因為他預算低 他那些特技做得不好 所以他拍那些打鬥鏡頭 有些動作的時候 他怕穿崩 那些東西如果是 拍得很真的話 你就會看到那隻東西很假 所以他就切到碎了 其實你也看不到是怎樣的 現在回想起來 我不知道那隻怪獸是怎麼死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對付那隻怪獸 他搞了一輪很混亂 然後他就掛了 所以他的動作是拍得很差 這些就是令人更失望 所以我對這齣電影 如果是 只是說這齣電影的質素 其實是挺低的 我覺得是C的 其實是C片 但是有些觀眾 就是喜歡看這些 喜歡看便宜的東西 在有限的資源裡面 看他拍到什麼東西出來 在這個角度來說 有些人可能是有興趣的 或者是喜歡看80年代的怪獸片 他也是近幾年才發出影片 如果你當年沒有在戲院看過的話 你也沒有看過 你也沒有看過 找來看看 我自己也是這樣 所以他的質素雖然比較差 但是又不是沒有觀賞價值 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更有趣